法国和日本科学家组成的一支研究团队最近确认 去年在非洲撒哈拉沙漠突然坠落的一颗陨石约有46亿年历史 来自于一个行程年代遭于地球的原行星 是目前人类已知最古老的流星体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块无力陨石中的美和铝同位素 确定该陨石在大约45.66亿年前形成 据说目前对地球天文年龄的估计值为45.43亿年 研究人员认为这颗被命名为EC002的古老陨石 来自于一个早期星球的地壳 它曾经是液态熔岩 经过十万年时间的冷却和凝固后 形成了如今这般面貌的大陨石 再一次碰撞后进入太空并最终落入地球 总重量接近32千克 它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磁性陨石 提供了一个对早期太阳系行星 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珍贵研究机会